来自乌克兰的艺人瑞莎 近年来积极投入台湾韵律体操界 身为台湾媳妇的她 2019年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 但老公麦可前前后后求婚20次 才让她点头答应 瑞莎从2013年开始申请规划台湾 但等到结婚了 孩子也生了 身份证依旧没有下来 放弃国际非常难 因为放弃国际要乌克兰总统签名 因为那时候要给她一个保证书 会发国际给我 我不知道她认同什么 但她一直教我去北京拿文件 我说我没有要跟北京拿任何文件 我是住台湾的 我的家人在台湾的 因为根据我国国际法规定 外国人申请规划 必须提出上师原有国际的证明 但乌克兰却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 吃吃不合法证明 因为乌克兰不能双国际 你如果拿到一个国旗 你的乌克兰的国旗会自动消失了 所以我们在台湾试了新的方式 所以他们给我了这一年的战时的护照 我就回乌克兰给他们看 有 有 乌克兰的护照就消失了 由于台湾没有乌克兰大使馆 瑞莎挺着运渡往返北京 日本跟俄罗斯的乌克兰大使馆 飞行超过20趟 终于在2017年成功放弃国籍 当了两年的幽灵人口 终于在2019年拿到了中华民国身份证 正式成为台湾人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